华晨宇拿第二遭嘲讽,唱歌像乱叫,劫石姐说了这句话。 第十七的歌手排名一出,不少网友终于爆发对节目的不满,华晨宇《鬼哭狼好》也能获得第二名。先别急,听小编给你们解释。 歌手这季邀来欧美天后劫石姐,豪迈热情的劫石姐自然受到观众的喜爱。 而劫石姐不俗的唱功,也为她拿了多次第一名。 但这个情况在华晨宇出现后却变了,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看不懂华晨宇在唱什么,像在乱叫迷样,甚至有人说这是因为芒果台要捧华晨宇。 但不得不说的是,华晨宇的背景实力,确实非常大。 华晨宇曾改编的《无字歌》自然也是受到网友的不解,整首歌没有一个字,就是那里乱叫。 加上她的其他翻唱,看起来就是神经质,没错,每一个她的改编几乎都是难以为普通观众接受的。 而对于华晨宇的唱功,自然就引起网络的广泛辩论。 不少巨星也对此做出评价,首先就是杰石姐,杰石姐曾直接在节目上表示自己对华晨宇的欣赏,认为她的唱功非常好。 零希也表示,华晨宇是一位通过音乐表达情绪的歌手,同时加上肢体语言,确实值得期待。 所以,第一方面,华晨宇到底是有没有实力呢? 其实懂音乐的人都表示无字歌的厉害,在于多种唱腔的转换,当然我们普通观众是难以看懂的。 不懂,不能代表是她不行,就像有些年轻人更喜欢流行音乐一样。 但第二方面,只有大众表示喜爱的文化,才是大众文化。 音乐能不能够被观众喜爱也非常重要,所以很多不懂的观众也没有错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已。 你们认为,华晨宇算是艺术,还是装艺术呢?